阿爾街的危機獵手 他現在提出說 其實這一次的銀行業危機 他竟然說只是金融巨浪的前菜 也就是說主菜都還沒有上 他甚至預期說 經濟甩腿會在一年之內到來 而且認為說整個風險都被低估了 這位危機獵手 在我們投資界裡面 我們是非常景仰的一位 但是大家可能不太認識他 如果我講Michael Berry 大麥空的男主角 所代表的那一位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 他基本上的操作 就跟那一位Michael Berry一樣 可是因為他非常的低調 我先講一下他講什麼 他是SAVA資本的創始人 威斯登 他說銀行業的危機 是下一輪金融巨浪的前菜 前菜 跟我們之前講的不謀而合 九局的棒球比賽當中 金融業銀行業的危機 才到第二局而已 所以他說是前菜合理 前菜的意思是 後面還有主菜 那主菜是不得了的 然後他說聯儲會瘋狂升息 475個基點 影響剛開始滲透到經濟中而已 他認為才剛開始 他預期經濟衰退在一年內到來 結果跟風險 現在被低估 好 那我就說明一下 第一個 他在2001年的時候 才27歲的時候 既然就已經當上 德意志的董事總經理 德意志銀行的董事總經理 在我們業界這叫傳奇 那他做什麼 他專門召集一批人 在做資本的一個操作 就是基金的一個操作 賺了非常多的錢 他專門做什麼 他不做空的 不做多的 他專門在放空的 譬如說大家還記得 安隆事件 還記得Walkamp事件 這些都是市場引發的 巨額的變化波動 然後他進去放空賺錢 後來2009年他就自己出來 創立了這個叫做 SAPP資本 好 2012年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倫敦金事件 讓摩根大通狂虧 我講狂虧 六十幾億美金 這是很嚇人的數字 誰是受益者就是他 也就是說他專門幹嘛 找到低血的地方 哪裡有血 他聞到血腥味 他就衝過去狂咬 你可以把它當作 對沖基金的食人魚 所以會被稱為危機獵手 或是叫食人殺 可能我覺得更貼切 然後過去2010年到2017年的 甚至我們講2019年 這一波多頭 對他來講沒有血腥味 他不知道怎麼辦 沒有賺到什麼錢 2020年疫情 整個股市狂跌 他賺多少 73% 73% 好 這幾年他本來沒有聲音 他最近跳出來警示 又聞到血腥味 他又聞到血腥味了 他已經開始準備怎麼樣 開始好好的大吃一頓 所以大家想一下 他的提出的一個警告 合不合理 然後有沒有可能發生 我就這樣提醒大家 我一看到他在講 我就覺得 那我們這段時間這麼努力 幫大家整理了這麼多的總金資訊 他看到了 所以他發現 陳彥他們整理得很好 精靈天下他們這個內容 跟我看的是不謀而合 那我們在 我當然在提出更多的資料 我們不要覺得說 他講話好像就真的會發生 貝萊德高級策略師他說 投資人應對美股保持謹慎 保持謹慎通常是什麼意思 不是會漲 是會的 沒有人說 你要小心 股市會漲 不是 你要小心 對不對 過馬路手要舉高 不然你會被車撞 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邏輯 他說市場還沒有完全消化 聯準會升息的影響 所以他講到一句 我們一直在想說 可是第一季財報沒有 你們講成這樣 第一季財報也沒有很差 對啊 目前公布的都還不錯 貝萊德高級策略師 我再講一次 能夠當上 貝萊德高級策略師 其實都有一定的能力 他告訴我們說 因為第一季的財報 還沒有辦法那麼快 反應緊縮政策帶來的影響 所以第二季 可能第二季 到時候你看到見真章 因為第一季出來 很多人就會打我們臉 你看我最近臉有比較腫 有沒有 他說你看 沒有啊 我就一直扒來扒去 所以通常要謹慎的話 就是代表前方會比較危險 沒錯 而且他說第一季 沒有那麼快反應 他已經跟大家講 再來 我們再提出更多的一個數據 柴油 大家應該知道 一般的所謂民眾的車子 不會是加柴油的 什麼車會加柴油 貨櫃 貨運 還要加尿素 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也 我們曾經跟大家分析過 柴油的需求就是貨運 那你現在柴油的價格 批發價格 跌了一半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是整個貨運的需求 大幅度的放緩 那我想問一下 貨運需求如果大幅度放緩 是不是會未來反映在 整個產業的營收上面 這個會發生 所以是不是有跌入衰退的引誘 就是經濟體 美國這個經濟體 有沒有可能進入衰退的引誘 才有算是一個領先指標 好 我再帶各位看一個 最近美國三月耐用品 就是耐久財訂單 增加了3.2 我沒有被打臉了 因為他們又說 耐久財是非常重要的領先指標 什麼意思 我訂的設備 包括飛機 國防這些 是不是會影響到未來 整體產業的企業的營運 所以如果我沒有增加設備的訂單 就代表未來營收會往下走 所以增加了3.2 這代表3月增加了3.2 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們又講錯了 可是實際上我帶各位看細節 我必須把飛機訂單扣掉 因為那個是波音 波音三月份出了幾架 你知道嗎 60架 天啊 那如果我把波音的 因為他的飛機 主要還是在航空業過去 回升回來所接的訂單對不對 我們把它拿掉 國防也拿掉 剩下是不是死打死 企業設備支出 實際上是月減0.4 對 就是把這個部分拿掉的話 它其實是月減的 也代表說廠商現在 並不看好未來的景氣 它不敢增加設備的支出 而且不是小幅增加 直接是什麼 衰退 好 那這樣還不夠是不是 好 我的臉會消腫喔 為什麼 我接下來要告訴你這件事 叫M2 M2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簡單跟各位上個課 為什麼這一段時間 我們會看到通膨 看到整個就業數字都不錯 因為M2年增率是正的 即便它的年增率掉下來 可是還是正的 代表貨幣供給 還是在增加 好 貨幣供給再增加 就是往右移的意思 它會導致總和需求的增加 大家不要覺得很難 經濟學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這些經濟學者 就是要來談一下這個 這個所謂的AD曲線 因為你貨幣供給增加 它往右移 往右移就導致什麼 基本上你的產出會增加 你會覺得很好很好 可是現在貨幣供給減少 未來會減少 未來減少代表你的供給往左移 你的AD這個 總和這個需求曲線 也會往左移 代表什麼意思 未來整體的營收就會下滑 所以它是創1930年以來 最大的降幅 連續第四個月收縮 沒錯 如果我的總和需求開始往左移的話 實際上對整個營收就會開始產生影響 但是它的影響沒有那麼快 所以你看摩根斯坦利策略師 Wilson 很久沒看到他 最近你看他又來趁熱度 他說通膨大約落後M2一年 所以假設我貨幣供給的減少 要影響到整個通膨的環境 至少要一年的時間 所以目前還看不出來 目前看不出來 原因是這樣 而且貨幣供給為什麼會減少 很簡單 信貸的部分 開始在緊縮了 所以貨幣供給開始減少 我們之前也講過這個 我就不再細講 但問題是現在通膨壓力 還這麼大的情況下 你到底要怎麼把它壓下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桑莫斯他怎麼講 他說5月一定要升洗衣 當然他一直以來都認為 通膨不是一個短期的現象 但是他這裡特別提到 他說如果美國沒有爆發經濟衰退 通膨很難回到2%的目標 其實他這裡就是告訴你 我不管你用什麼方法 你要降通膨 這裡一定會帶來經濟的衰退 好 我們其實已經看到 很多衰退的現象 我們也一直在跟大家分析 可是基本上 大家會覺得說還好還好 可是我們再看 這個是英格蘭的 銀行的首席GSA Peer 他講說我們一定要有個意識 自己跟國家實際上 會變得更窮 為什麼 因為利率一定要拉到20%才能抑制高通膨 在英國有很多人 他直接跳出來 就比如說一些護士什麼的 他就說你不調薪10% 我根本沒有辦法去應付 日常生活增加的那些困難的數字 但是他告訴你 不要想著要調薪了 反正現在就是面對 自己會變得更窮的事實 那我把利率調高起來以後 對整個民眾的信貸支出 房貸支出 企業的成本支出是不是更大 那這個是不是呼應上莫斯講的 那一定會進入衰退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個事情 因為大家都說 可是股市沒跌 你們講成這樣 股市就沒跌了 那這個沒跌到底是 暴風雨前的寧靜 還是其實股市已經領先反應 基本面應該反應的事實 好 那我們就去談一件事情 這個是量化基金 過去一個月大局的買股 為什麼它量化基金很簡單 我就是跑量化 跑出來我應該買我就買 所以它就一路買進 一路買進 大量的買股 這個也是支持股市上漲 一個重要的原因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叫做 風險評價 叫Risk Parity 過去我在學術界 也是研究這一塊 它會去調整它 股票跟債券的比重 那因為股市的風險 沒有提高的情況下 它就會不斷的增加 它在這一方面的一個持股 好 那這些都進來了 也把美股推上來了 好 如果接下來股市跌 這些量化基金大量買股的部位 是不是要調整 所以一旦跌下來要賣出多少 2760億美元 那這一疊不得了 拋售潮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巴菲特指標也好 席樂本益比指標也好 其實都告訴我們 股市的估值過高 那如果股市估值過高 一旦修正 這些量化基金 會大量拋售它手上的股 未來的修正就會出現 好 所以即便現在沒有跌 你覺得估值高 你去買 我覺得很危險 巴菲特指標也153 好 這個席樂本益比28.9 可能說還好已經跌下來 可是你注意看 剛好是在這個之前 科技泡沫化前後 是不是就這麼高 所以未來 如果一旦量化基金大舉賣股 現在這麼高的一個估值 未來會不會產生一些變化 那估值是不是高 大家其實可以自己判斷 其實陳彥 高盛現在也警告說 這個多頭已經彈盡良絕 其實我們說高盛 它一向都是比較多頭的 對 就是我剛才跟大家講 量化基金大舉賣股 所剩的籌碼不多 所以未來可能只剩下 調節的一個地位